在清朝的皇帝中 雍正为什么是一个被历史误读最多的皇帝 他给后世留下了哪些争议 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皇帝 敬请关注雍正十三年上部第一集 如此雍正 提到康乾盛世 人们记住了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 常常忽略了在康熙和乾隆之间 还有一个雍正 但实际上雍正在清朝历史上 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 众所周知 康熙是一个有所作为的郡主 但到他的晚年 清朝国力有所下降 雍正继位后 大力扭转了这种局面 他快刀斩乱麻 整顿励志 勤政务实 逐渐使清朝走向鼎盛 但雍正又是一个极富争议的人物 他继位的合法性一直被人质疑 继位后 他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 又采取了非常手段 这些非常手段 又非常在什么地方 他推行的贪定入母 改土归流政策 甚至设立军机处秘密立储制度 对后世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在大清王朝的历史上 雍正在位只有短短的13年时间 但在这13年的时间里 他给后世留下了很多话题 也留下了很多争议 功过是非 我们应该如何评说 中国政法大学林前教授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雍正13年上部第一集 如此雍正 康熙61年11月20日 关闭七日之久的紫禁城大门 终于缓缓地打开 这一天在紫禁城里头 正举行了一场举世瞩目的 雍正登基大典 但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 那最重要的就是登基 应该皇帝的御 御教从哪里走呢 从乾津宫的前面 但是雍正说 皇考的灵鹫在上 还是从旁边走吧 所以从东旁门 雍正走过来 那还有呢 登基大典 还有一个重要的仪式 叫做列座赐茶 但是雍正说 皇考灵鹫在上 我们怎么忍心喝得下茶呢 免了吧 还有最重要的 就是玉玺的瘦瘦 这个玉玺的移交 标明皇权 最高权力的一种移交 历来应该从乾津宫 前面的御路 就是皇帝走得到 在这个地方进行移交 但是雍正皇帝也说 还是改到东边的永道 在这个地方 那最重要的一个大典 就是金兰殿继位 那金兰殿我们知道 就是太和殿中间那个位置 那这个是最重要的 必须得进行什么呢 文武百官朝贺礼 但是雍正皇帝说 也免了吧 所以这些雍正继位当中 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 这些仪式 当时引起大臣们的 纷纷的议论 好像雍正不走正路 是不是这个皇位 来得有问题啊 雍正有一个回答 为什么呢 明年我们这个年号 要定为雍正 那雍正表明这个年号 表明什么呢 雍亲王印针 这个位置来的正 但是还有些人 又有了不同的说法 说雍正这个字啊 不好 它是一指之下 什么叫一指呢 大家看这个正字 是一个一横 下面是一个纸子 说这个江山不长久 雍正的寿命也有问题 这是后话 但是金兰殿继位 标明一个时代开始了 这就是雍正王朝 雍正在执政十三年当中 究竟我们应该怎么概括呢 那我给他 进行了一个历史的剪影 把它概括为四多 那第一多就是历史的误读多 我们谈到清代 一定要讲康熙乾隆 好像根本没有雍正 这个王朝一样 历史基本上把它淡忘了 也许比起来他的父亲康熙 还有他的儿子乾隆 各自执掌大清国六十多年 雍正这十三年 确实显得时间很短暂 很不从容 显得步履重重 但是历史 我们看它的刻度不是这样 那么在过去 也就是一百多年前 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 真实的一件事情 好多的外国人 在中国 在北京 摆了个龙门镇 谈清朝的历史 这些人呢 自称是中国通 谈到雍正的时候呢 其中有一个号称 是历史学家的人 他就讲 雍正应该是清朝的年号 是在康熙之后 乾隆之前的年号 他的这个说法 立刻引起更多人的反击 说不是这个样子 据我的研究 雍正应该是明朝的年号 清朝的年号很清楚 顺治之后呢 是连续的两个年号 康熙 乾隆 这两个年号是联系在一起的 雍正不是清朝的年号 在他的一再辩论之下 很多人随声复合 那这就是说 在整个的清朝的 二百七十多年的历史当中 好像短暂的十三年 不经意间 从历史当中划过去了 历史误读了雍正 当然误读历史 误读雍正 可能有他的原因 那就是一般都认为 雍正是一个残暴的帝王 还有呢 他的继位 也有一些很多的说法 实际上 这根正史当中 还有更多的史料当中 记载当中的雍正呢 可能完全不一样 他还有另外一面 当然帝王 他也有他残暴的这一面 雍正作为皇帝 但是他有另外一面 有点像一个暖男的一个形象 像一个暖男的皇帝的形象 那这里呢 我们可以举出两点 那第一呢 雍正非常体恤下情 雍正刚刚继位 台湾有个总兵 这个人叫兰亭真 按照过去的避讳 那他的真字跟雍正的名字 印真 这个完全是同音的 所以他给雍正上了个折子 我这个真 蓝亭真 应该改名了 但是雍正说 不要改了 朕很喜欢你这个名字 你的丛祖父 是兰李 当年收复台湾的时候 这个将军的名字 朕都记得 你的丛祖父 是有功之人 不久之前 台湾又发生了战乱 几乎传台覆没 是你兰亭真 把他收复了 你是有功之人 名字不要改 那还有一个人 我们知道在清代呢 鼎鼎有名 但是他鼎鼎有名 可能不是他的身份 是因为他是一个有名的画家 这个人叫蒋亭熙 老家是什么地方呢 长俗 这个画家呢 实际上当时是雍正时期 非常有名的大学士 到了雍正四五年的时候 在顺天这个地方 举行什么呢 乡试 就是科举考试 考举人 那他主持科举考试 但是他的母亲 年事已高 最近老闹病 因为我们知道 科举考试要进围中 进考场 从开始到最后录取 时间非常长 跟外界完全隔绝 不能有只字的往来 所以 蒋亭熙进了围中 到了考场之后呢 一直觉得挂念自己的母亲 但是雍正皇帝 最了解他这个臣子 他就跟其他的大臣说 大家要关注一下 看看长俗 蒋亭熙的老家 他有没有信来 有没有报平安 过了几天 果然收到了 从长俗老家 告诉他 告诉蒋亭熙 他的母亲很平安 病情好转 身体很好 但是有一个问题 怎么样把这个平安的信 转到在围中的蒋亭熙 雍正皇帝 我们讲九五之尊 他动了脑筋 他想 这不能信平白地送进去 这个将来要成为 蒋亭熙一个罪状 可了不得 他想了一个办法 朕要下一道圣旨 在这个旨域里头 再加一封信 那这封信 就是蒋家 报他母亲平安的信 所以这个样子 送到了在围中考场当中 的蒋亭熙的手中 所以蒋亭熙 斩卷开读 热泪盈眶 我们想 这样一个情况 他不是属于 皇帝对大臣的一种 完全不是收买 真是从内心里头 体恤这个大臣 那我们知道 在皇帝当中 最重要的一个品格是什么呢 能够从善如流 还有呢 能够听得见逆耳之眼 这对皇帝来说 非常难 九五之尊呢 那雍正皇帝刚刚继位的时候 也进行呢 开放言录 大家要提一件 有什么问题 要指臣 但是很多的大臣 位高民众 不敢乱讲 因为他们对新军呢 刚刚继位的雍正皇帝 还不甚了解 不知道这个人的脾气 秉性是什么样子 万一处了龙虚 杀了头 了不得 这时候 汉林院当中 有一个奇品官员 这个人 后来我们讲 鼎鼎有名 这个人叫孙家干 他上了一个折子 讲了三件事情 雍正看到第一件事情 不忍足毒 忍不住了 雷霆大怒 原来讲的是什么呢 亲骨肉 我们讲亲骨肉 是皇家内部的事情 这处犯了雍正当中 最忌讳的一件事情 因为雍正跟他的兄弟 还有他的继位 闹不合 有的进行惩治 把他弟弟用去守灵 等等的事情 所以他讲雍正亲骨肉 处犯了雍正 最忌讳的一个事情 那雍正 雷霆大怒 立刻把这个奏书一摔 转给大学士 跟汉林院的 特别掌院学士 跟他喊 你们汉林院 还能容得下如此狂生 什么样 这个汉林院的掌院学士 立刻从这个猎斑当中 跑出来 在这个地方 一个劲扣头 说臣一定严加管束 这个气氛呢 很尴尬 也可以说非常的严肃 甚至说每个人的心脏 这个跳动的声音 都能听得到 大家面面相许 不敢说 这时候有一个大学士 这个人叫朱世 但是他讲了一句话 这个狂生啊 臣真的从来没有见度 但是臣也真的服他胆子 雍正见着大学士 讲了这一句话 过了一会儿 他也哈哈地大笑 臣也不得不服 这个孙大胆 立刻把这个七品官员的 汉林院的官员 提拔到四品的官员 过了一段时间 雍正号召天下的臣僚 举荐人才 孙家干呢 也举荐了一个人才 这个人才 雍正经过面试召见 觉得不怎么样 但是孙家干跟雍正皇帝讲 这个人没问题 很好 我们觉得这个 一个臣子 这也觉得有问题 这好像是雍正看人有问题 识人不明啊 所以雍正当时也很气愤 就跟他讲 你敢保这个人吗 这个孙家干不由分手 我敢保 臣愿意保 这个雍正月天 更气愤啊 把这个珠笔 一下子摔到了地上 孙家干不接思索 从地上把这个珠笔捡起来了 就要在这个宝状当中 签上自己的名字 这一幕可以说 把大学士们 在场的文武 好多的官员吓呆了 不知所措 还是雍正身边的一个太监 他反应得最快 吼了一声 皇帝的玉笔 你也敢动 这一喊 把孙家干给震住了 惊醒了 孙家干双手捧着玉笔 高高地举过头 皇帝的玉笔 沉不敢握 雍正说 你还知道有君父啊 大学士们 陈良们都知道 孙家干这次惹祸了 躲不过去了 所以刑部 按照大不敬的律 出了这个人斩 立决 报到雍正这个地方 一天过去了 两天过去了 很长时间过去了 过了几天 雍正把刑部的官员找过来 说孙家干这个人 虽然是憨 但是这个人正直 不贪 是个清官 朕喜欢放了他 雍正在历史上 给后人留下的印象 是一个勤政 但是施行铁腕手段的君主 但实际上 雍正并不是一个 脸谱化的人物 在他的身上 也有体恤下情 和从善如流的品质 可以说 雍正是一个 被后人在很多地方 误读的皇帝 那么 除了被后人误读多 雍正王朝的四多 还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第二多呢 是什么呢 大众关注多 我们知道雍正一上台 他就是个典型的 一个话题人物 可以说在中国的 三百多个帝王当中 受到如此高度关注的 雍正应该首屈一指 从他继位开始 一直到他死亡 就一直是个话题的人物 所以大众关注多 那个时候就有很多的小说 笔记 野史都是讲雍正 什么从吕四娘演绎 雪地子 雍正建侠图 乃至于到我们 近几十年来也是这样 围绕雍正 写了很多的文学的作品 还有电视剧 前些年有雍正王朝 前几年还有甄嬛传 这些好多东西 都拿着雍正 所以雍正 他尽管是九五之尊 但是常常成为 普通百姓 茶余饭后的 一个话题人物 第三度 葛出击毙多 雍正刚刚上台的时候 我们知道 他成绩了康熙后期 有很多的弊端 康熙崇尊上的 特别是经过废太子之后 他崇尚的是什么政策呢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可以说殷寻 那雍正上台的时候 也讲过 按照孔夫子讲的 在论语里讲的 三年不改 父之正 孝爷 这是讲政策的一个 连续性 所以雍正在他的 继位招书当中 也引用了孔夫子这句话 他怎么说呢 那这就是说 我要完全按照 康熙皇帝的做法 继续做下去 但是我们知道 前朝积累了 这么多的弊端 如果不改 不革新 可以说很快 就会衰落下去 所以雍正又以他 非常积极的步伐 进行了大刀阔斧的 一系列的改革 那包括我们知道 查亏空 承贪官 在制度和各个方面 进行建章立具 所以我们说 第三多呢 就是雍正 葛出击毙多 那第四多 是历史经验多 雍正一朝 尽管短短的十三年 但是他在制度当中 文化当中 思想当中 对清朝的影响 特别的大 这些东西 有正面的 也有负面的 值得总结的历史经验 和其取的历史教训 应该说非常多 那我们简单的说 像雍正时期 经济制度当中 最重要的改革 包括贪丁入母 这个影响了 整个的清王朝 后面呢 还有一百多年 那还有军机处 设立的军机处 政治制度当中 国家决策形势当中 重大的改革 也值得认真地总结 但是他也有一些教训 就是他有些 做得过土 做得过火 这些东西呢 可能引起了当时 很大的社会的 一个震荡和反弹 雍正在委 只有短短的13年时间 他在这13年时间里 干了很多事情 既有为了巩固皇权 对手足兄弟的打压 也有隔除击毙 整顿励志的改革 他在皇帝的位置上 有一系列的作为 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那么雍正 究竟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呢 那说雍正13年 我们可以概括 这个王朝是这个样的 那回到一个皇帝 就做一个个人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呢 我给他概括为四个字 那第一个字呢 就是齐 说起齐 雍正本人 就是一个传奇 那我们知道 康熙在被太子前后 很多的皇子 进行争夺这个储位 但是没有雍正的份 那最后的皇位继承人 那我们知道是谁呢 是雍正 所以雍正继位呢 超出了当时几乎所有人的预料 人们都没有想到雍正能够继位 所以雍正本人 他也是很奇 那他当这个朱皇子在争夺的时候 他到哪里去呢 那我们知道今天的雍和宫 就是雍亲王的府邸 他的王府 在他的王府的东面呢 那在京城当中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寺庙 叫百林寺 雍正经常出入百林寺 在这里头做什么呢 谈禅 讲佛 讲这些东西 所以他深得老子的话 我们讲大道无形 老子也讲不敢为天下先 所以当很多的皇子 一个一个倒下 最后雍正呢 继了皇位 本身传奇 我们还讲呢 雍正还有传奇的事情也很多 他做事情也非常奇 那我们知道年庚瑶 跟雍正的关系可以说 是在中国古代君臣当中 是一个值得认真解剖的 一个典型 两者之间是怎么关系 那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间呢 雍正三年的十月 京城跑来了一只野虎 那我们想 那个时候许多的典籍记载 京城这个地方 不能说经常 但是不时有野虎出没 这只野虎呢 进了城门 把守城门的这些 立刻报告 九门提督 如临大敌 率领很多的 这个满洲的士兵 开始在后面直枪来追赶 结果这个野虎非常有本事 从这个东边门上了城墙 我们知道那时候 北京的城墙呢 是环绕一周的 是完全能够走得通的 所以这个老虎 从东边门上了城墙 一直跑 那下面的这些士兵 我在后面追 当时呢 咬伤了几个人 上了城墙之后 不前不后 到了哪里呢 正阳门下来了 我们知道正阳门 就是今天的前门了 下来之后 就进了到内城了 到了内城 他哪里也不去 说来太奇怪了 直接奔了年庚瑶的宅子 奔了年大将军的府邸 进到这里头去了 到了年庚瑶的府邸的房上去了 一下子沉下去了 开枪也不行啊 进到院子搜也不行啊 年大将军这个宅邸 怎么能是随便能搜的呢 这个时候士兵们只能等啊 到了第二天早晨 天放亮了 开始这个放炮 放枪 来震这个虎 这个虎下来 出到外面去 然后这些呢 士兵把他扎死了 这件事情惊动了雍正皇帝 雍正说大齐 太奇怪了 所以他在朱丕的奏折当中 写了这么一段 由此其事乎 年庚瑶 朕正法之意决意 如此明章显示 石令镇愈加领位也 朕是惊喜之志 奇 从古憨文之誓言 什么意思呢 原来朕想把年庚瑶放了 饶他一回 但是野虎上了年庚瑶的宅子 给了朕非常大的一个启示 这好像要招式阵 要把年庚瑶处死 为什么年庚瑶家里进了野虎 年庚瑶就得死啊 那我们知道中国历来有龙虎斗 龙虎都象征着帝王 那年庚瑶 他一直说自己是什么呢 是白虎出生 白虎脱生 而且雍正刚刚继位的时候 做了一个噩梦 说有一只白虎要咬他 他把这件事情呢 跟蔡廷 有一个大臣呢 跟他讲 说你还记不记得 朕跟你说过 我当初继位的时候 做过这么一场噩梦啊 这个大臣吓得不敢说 总之 野虎跑到了年庚瑶的宅子 这件事情 雍正认为 是上天对他的一种警示 太奇怪了 所以他要处死年庚瑶 我们说这是雍正的一个棋 还有呢 就是严 严克 严酷 严格 雍正这个人呢 他以大刀阔斧 推行了好多的政策和措施 在制度方面呢 进行了很多的改革 那我们知道 特别是承贪 查亏空 那这些呢 可以说是历代王朝 治国安邦的 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和措施 没有问题 但是雍正呢 承贪呢 可以说 在当时引起了 很大的一个反响 连他的几个弟弟啊 把自己的家产 特别好多的同气 比较值钱的东西 拉到大街当中去卖 实际上呢 是反对雍正这些东西 那当时 在民间当中 打一种牌 这个牌呢 可能应该是麻将牌 用这个牌 那有输有赢 但是只有一张牌 是最大的 那就是皇上 只要遇到皇上呢 那所有的 赢的这些筹码 都要归皇上 这件事情 真的传到了宫中 传到了雍正皇帝的耳朵 他讲了 这些都是啊 贪赃王法之辈 散布的流言蜚语 民间当中赌输赢 说朕是抄家皇帝 愿意抄别人的家产 这些人一定要一查到底 那还有呢 我们知道肯荒 在清代呢 有一个最重要的 就人口急剧的爆炸性增长 在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 怎么能解决这么多人 吃饭的问题是个大问题 所以肯荒成为最首选的 最重要的一个手段 雍正时期呢 开始大规模的推行肯荒 但是肯荒带来一些问题 各个省虚报 虚报的母数 你这个省报的数字高 我这个省呢 比你报的更高 特别是河南 一个省报的肯荒的数字 非常的高 那我们知道肯荒 最初的时候是 免收田赋 免收税的 但是经过了十年之后 他就要升科 所谓升科呢 那就纳扰到国家的 正常的税收当中去了 那没有这么多田 你报了这么多母数 那要怎么办呢 要在现有的田地当中 进行摊派 所以百姓不堪其负 这个我们就说呢 确实有严酷的一面 所以那时候呢 当时有这样一段记载 说雍正这个人呢 为人自胜 多苛刻之政 康熙旧臣死者 数百人 所以雍正呢 确实兴起了年耕瑶 龙科多 还有呢 连亲王 还有很多的大案 大狱 确实很多 使得呢 好多大臣呢 朝不保夕 这种情况呢 确实有雍正 他做得很严苛 严酷的方面 还有我们再 可以举成一个例子上 在浙江 这个地方 历来是人文晦翠的地方 那清朝呢 在这个地方 出现了很多的文字域 扎四庭 吕刘梁 汪景旗 汪景旗 都是浙江 特别是呢 我们知道汪景旗 他后来寄居到浙江的平湖这个县 所以这个地方经常传什么呢 要屠城 说皇帝要下令 明天要屠城 所以害得平湖的百姓啊 纷纷的扶老邪幼 到处的奔跑 附近的几个县呢 也惶惶不安 当然后来呢 经过这个李卫呢 安抚 所以李卫经常向这个雍正报这些东西 这些雍正还觉得不够 还觉得做得不够 他在浙江专门设了一个官职 叫什么呢 官丰整俗史 官丰整俗顾名词义了 就是要整顿 这些风俗的一些问题 但是他觉得还不够 为此把浙江省的乡市会市 全部停了 你们不能再参加什么举人进士考试了 我们讲这个就是做得太过分 雍正的旗 既体现在继位上 不声不响 最终却在皇子夺嫡中 笑到了最后 也体现在继位后 有很多传奇之事 同时 雍正的身上还有言 他不仅为人 有严酷之处 对百姓也有很多苛政 那么除了可以用旗和言来形容雍正 在雍正的身上 还可以用哪些字来形容呢 请继续收看 雍正十三年 上部第一集 如此雍正 第三个字 密 可以说 如果说在古代的中国帝王当中选 最神秘的一位 雍正皇帝肯定会入选 也可以说 雍正时期 他把中国宫廷的这种神秘的政治 帝王的这种神秘的政治 发挥到了一种极致 这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制度 我们讲中国古代的决策 你看秦始皇 九五之尊是中国的第一个始皇帝 但是从他这里开始进行重大的决策的时候 都要进行跟臣相来讨论 那我们知道在清朝初年的时候 像顺治皇帝 康熙皇帝 在进行国家重大决策的时候 在哪里呢 在千秦宫 那千秦宫有四个大字 这个是谁提的呢 我们知道是顺治皇帝提的 正大光明匾 所以也把千秦宫叫做呢 正大光明殿 这是什么意思呢 国家的公是公非大的方面 已是要光明正大 但是雍正搞了什么呢 军机处 军机处是因为出兵西北 国家重大的这些军事行动 不可能让很多人知道啊 越机密越好啊 这没有问题啊 但是后来打完仗了 也把这个军机处变成一个常设的机构 而且变成一个国家最机密的一个机构 所有的决策都在这里头 所以出现了很多神秘的这些东西 我们讲军机处最大的一个特点 第一个字就是他的密 所以在这里头 包括很多的人 特别像两朝宰相 同城 安徽同城的张英张庭玉 张庭玉后来 讲过一段话 参与积物近五十年 从康熙雍正乾隆 参与积物近五十年 积物就国家重大的机密 高度的谨慎 这些呢 承绩了他的父亲 张英也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 又记载张英是这样讲的 夫君三十余年以来 侍从进庭参与积物 退时时 从无异语及公事 这是张庭玉 为给他的父亲 写穆志明的时候 他说我很小的时候 就追随父亲 一直在他的身边 但是写的时候 不知道写什么 没有写的 因为他参与国家 重大的积物的事情 从来不跟家里人讲一句 那我们知道 这些呢 从他的君 到他的臣 从雍正时期呢 确实开辟了这个神秘政治 还有像很多 像秘座的 但是雍正把他推而广之 康熙时期很少的人 特许的这些人 你有这个秘则 秘则是权 但是雍正 他变成一个上下之间 互相监督 人人自危 所以雍正这个人呢 也是这样 他也神秘得很 神秘得很 所以过去讲什么呢 雍正做雍亲王的时候 就是今天在雍和宫这个地方 所以他设了一个机构 叫做年干处 这个年干处 大家觉得 哦 非一所思 什么机构啊 实际就是一种间谍的机构 特务统治的一种机构 搜集情报的一种机构 那后来讲 说年干处出来的这些人 都了不得 都是会武艺高强 还有呢 这些人使用一些特殊的手段 雪梨子啊等等的 从这里出 那我们说雍正很神秘 神秘到什么程度 他执政这十三年 除了到孝陵 到景陵 也就是到今天我们的青东陵 去祭奠他的父亲和祖父 顺治和康熙之外 十三年间 没有离开过京城一部 清朝什么特点呢 马上天下 也就是游走的这个王朝 康熙六下江南 乾隆六下江南 北旬 东旬 西旬 可以说马上朝廷 但是这个马上朝廷 在雍正这块 完全丢了 他几乎不离开京城 所以保持了非常的神秘性 特别到了他的晚年 到了雍正的晚年 他开始追求 也追求长生不老 到雍正六七年 七八年的时候 他得了一次 非常重的一次病 他下一道密招 让天下的这些 封疆大吏 还有他最亲近的这些大臣 做什么呢 找一些会移术的人 会盗术的人 企图呢 长生不老 所以征召了很多人 那这是后话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想 历史呢 往往会惊人的相似 那明朝有一位叫明世宗 就是家境皇帝 家境皇帝也是 躲在神宫里头 练那个秘密的炼丹术 搞长生不老 所以雍正如果说设想 他可能再时间长一点 不是执政十三年 可能再时间长一点 那些个人的这些负面东西 可能越发的能够暴露 那这是我们讲的 雍正的一个秘词 谜 我们讲谜 清朝呢 通常说有斯大米亚 清朝前期有斯大米亚 太后出嫁 顺制出家 雍正一个人包了两个 一个什么呢 雍正继位 还有一个呢 就是雍正报亡 雍正继位和雍正报亡 我们套用一句 伟大作家说过的一句话 一个人的一生啊 只有两天是最值得纪念 一个是他的生 一个是他的死 如果对帝王来说 一个是他的继位 一个是他的死亡 那这两件事情 都在历史当中成为一个重大的谜案 而且这些谜案呢 大谜案当中套了小谜案 如环无端 很少能把他解开来 更何况 我们知道康熙的实路 雍正的实路 经过了历次多次的创改 删减 好多东西 我们可以说 跟历史的本来的面目 相去甚远 或者说 好多的历史真相 被已经引浮到历史的下面去了 这就增加了我们对解读 雍正 解读雍正这些迷案 增加了很多的难度 以上这些构成了复杂的雍正 不平静的13年 但是雍正最重要的 就是他执政的合法性 可以说从他继位 一直到他死亡 一直存在最大的疑惑 受到了强烈的质疑 是合法继位吗 康熙有没有移招 这个移招是不是篡改了 是不是仓鼠之间 一言而定大计 这里包含什么呢 这一切 我们从下集开始说起 谢谢大家